LongPA 我們希望設計出一款用家主導的答案 可以根據不同的坐姿或情況 自由改變用途 而更加重要的是 希望透過巨靈活性的設計 可以令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不再被一張椅子下制 嚴志明教授跟我推薦了 DI產品設計學生的作品 這個項目開始的時候 已經很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千鳥這個得獎的項目 其實是由其中一個椅子的設計演變出來的 它的中心概念就是 它可以單獨使用和集體使用 就像千鳥這種小鳥的集成一樣 因此就改了這個名字 這個項目不只是設計一件產品那麼簡單 而是透過參與這個項目 DI的同學能夠學習到 由研發、生產、包裝、運輸 以至推廣整個產業鏈裏面 一個產品設計師需要作出的考量 DI由一開始設立Design Brief的階段 已經邀請了不同的業界代表 提供意見 在這個過程中 同學會學習到設計 除了顧及消費者的需求 更重要是聆聽產業鏈之中 各持份者的真實考慮 這樣才會設計出一件 在市場上能夠真正成功的產品 能夠教導學生 由一開始就顧及產業鏈中 各持份者的真實需求 這個正是DI它獨特的地方 透過與業界開會 了解到設計是需要平衡成本和功能 這個作為產品設計師要持續合作過程 現在合作的過程中 透過研究用家的助織和習慣 改善了椅背和等腳的設計 更加迎合用家的需要 除了與業界合作之外 今次我們的同學 與澳洲Swinberg大學交流 讓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之外 亦都了解到市場的需要 與業界一起帶來一個新的衝擊 DI產品設計的同學仔 透過與當地的學生有互動和交流 明白到不同的人對產品的需求 於是設計了一個多功能的座椅 這個構思和新的概念 在和澳洲大學交流過程之中 除了可以體現當地學習環境之外 我也很欣賞學生他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另外也讓我明白到 表達自己和接受別人的意見 才可以令自己進步 對我們日後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 參加這個項目之後 除了可以深入了解到業界的創作流程之外 最重要是可以明白到 商品在市場上突圍而出的要素 我們希望可以繼續為業界駐入新的動力 帶來更多新一代設計師獨有的設計元素 為大眾帶來更多實用而有美觀的產品 然後再加時間大時間 再加時間大時間 更多新一代設計師獨立 竟然不考慮 相不像 第1期間 谢谢大家